大卫说 龙岩树的这个树有那种大胤的现象 到底是什么原因 要怎么处理 一般在这个季节 这个整个灵影 灵影的这个灵影 尤其它一直打起来的 那么这一定要小心 有可能是不是这个长头的这个所在 有的人说那可能正常的这个老化是怎样 这不太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简单 有可能是这个啊 这咱们刚刚刚有一个核根病的解决问题 所以因为你的红料比较严重 所以这要细节 因为我们通常就是说 他在这个季节在交替的时候 这个交供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 这个时候应该是要稍微 但是你不能让他稍微红 但是如果是只有浅浅的黄那种没什么要紧 那有可能是太过头 比如说他可能水分较大 或者是怎样 你这不是 这草达黄这种比较不正常 这通常是这个水分 是不是有这个水分那种很浅的 还是说那个筋 那个筋的筋本就是这个 有状况 比如说去堵住水 长头的这个所在去堵住水 还是说有这个 这种 类似疫病这种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要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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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那么最后的恐怕就是说 灵影有这个 这个赫根病 这个灵影的一个 这很多这种老的一个这种龙眼树 他很容易得到这个赫根病 赫根病在那个藏胎的小孩 像这种 涂的这样 Huh 赫根病 甚至有的发明简 有的发明简出了 这几个 Sofia 是说历家的设计 好像你经了凤凰墓 还是说碶bab 안녕하세요 有什么这个 죠 都是无患�적科的 其他没有事 但是它就去这种 Tä工病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在那个标复那uates 你会看到 他们会学习 步习 那么这种 可以灌山泰芬還是山德芬 這種的油 判斷看看 因為多數這種情形都是含水分 譬如說水分可能有問題 我個人的判斷是這樣 可能因為你如果是沒有水 它是紅黃色的 這個有可能去燉到水 甚至那個地方很淡 或是漲頭看看 因為雙皮裡面看不出來漲 因為漲頭看 漲頭是膠油膠油 如何是有效果 這很有可能 譬如說原地有一張柱子 譬如說種老的靈靈 還撞去或是種什麼東西 或是比較沒力 撞去 你現在高雄 他也是會的 怎麼會繼續 你再把它撞下去 怎麼會一樣 一樣會撞去 所以你要管山泰芬 還是山德芬 這種普克拉普克拉門也可以 看看 那一張半張 可能就要注意水分的問題 再去買一罐 以後來管 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意義 這給你稍微做個參考 嗯